從2019年黑豹期間 林薇壽命擔任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處長 到香港國安法實施一週年之際 履行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曾被稱為香港警隊一哥的鄧炳強 已在新港位上履職半年 日前鄧炳強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 講述過半年來的履職心得 我做了局長大約半年 其實和做處長工作都幾大分別 我做處長時間最主要是 行動性比較多 滿足感都可以即時見到 但做了局長我主要是做一些 立法工作 一些政策工作 或者一些政治聯繫工作 有時那個過程是很長的 譬如立一條法例 可能要幾年的時間 可能要到立法那一刻 成功立了法 滿足感才來到 但是事實上那個影響 是比做處長大很多的 責任感自然就是重了 回望過去一年的工作 鄧炳強表示 保安局2021年最大的成就 主要體現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我想過往一年 我們保安局最大的成就 應該是在國家安全方面 包括在我們國安法立法之後 其實過去一年我們真是 落實了國安法裏面的執行方面 一些反中亂港的人士 亦都是浪當入獄 這個對於我們整體的國家安全 是那個貢獻很大的 在背後煽動他們的人 都是被我們拘捕了 令到整個問題得意 整體平靜了很多 這個是我們保安局裡面 最大的一個成就 清除香港本土的國家安全隱患 無疑是保安局過去一年的工作中心 同時鄧炳強也表示 一些棄保潛逃者在國外發表 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具有域外效力 特區政府將依法處理 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 他們以為人們不在香港做這些行為 我們有內懼不可 但其實他們從事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域外效力的 這個國安法 日後這些事情 我們全部能夠取證 都能夠有機會將它檢控 雖然他們現在目前就不在香港 在他們那些外部勢力的主子的腳下 在這裡張牙毛爪 在這裡胡家撫慰 當有這一天他們的利用價值是沒有了的時間 這些人就會變來氣盡 那我很相信 知道他們犯了法 無論是隔多久 無論怎樣艱辛 我們都一定是有證據 是有方法能夠將他們乘之於法 展望新一年的工作計劃 鄧炳強表示 保安局除了要做好香港回歸25周年 系列活動的安保工作外 也將從多方面繼續維護國家安全 更好的為香港市民服務 首先第一樣就是國家安全 包括就著23條的立法工作 因為國安法裏面的四項序序 比起我們23條的七項序序 其實只包含了兩項 我們還有一些範疇是要立法的 例如針對一些偷攝國家機密 叛國罪甚至一些間諜行為 都是要重新13條立法規管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加強我們 紀律部隊在救急應急方面的一些效率 和一些能力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善用科技去協助我們 在紀律部隊工作 這個不單只是執法工作 另外也是包括我們為市民提供服務 歲末年初辭舊迎新之起 鄧炳強感慨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發生的巨大改變 也對未來的香港充滿期盼 我覺得今年是比較特別的一年 因為我們經過了19年開始的黑暴情況 國家幫我們立了《國安法》 亦定立了《愛國者治港》 和完善的選舉制度 我們立法會選了之後 在新的一屆立法會裡面 基本上已經可以實行了《愛國者治港》 亦令到我們是香港民主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我覺得這個除了25周年之後 就是我們香港的一個重生的年代 我覺得是充滿期盼